魏力宏最早时候参加爆料革命 从中国大陆出来 带着自己的儿子 为了获得美国绿卡核护照 嫁给一个美国比他父亲还大的一个男人 获得绿卡护照后 他就开始带着儿子独立地搬出去生活 在土桑亚利桑那州沙漠之中 不会讲英文 就没有一个完整的生活 这时候有了爆料革命 大家素未谋面 他开始参加爆料革命 开始了有他自己独立地在美国的生活和追求 跟他数位毛面的战友 由于相信了七哥 相信了爆料革命 他打着七哥的名义和爆料革命的名义 作为代表人在那里给战友服务 服着服着物就成了战友 为他服务了 他就开始被服务了 从被服务就逐渐认为 他不是代表七哥了 他认为七哥也应该为他服务 他也不认为他是要灭共了 他认为所有不听的话的人都应该被灭掉 包括七哥 大家都看到这一幕又一幕 他获得了战友的信任 他利用战友的信任 敛财 性贿赂 乱性 带着自己的儿子拉帮结伙 完全忘掉了爆料革命的初衷是灭共 他成了一个发财的工具 竟然觉得打着爆料革命名义 欺骗性还不够强 他还要代表上帝 动不动就是主啊 神啊什么的 主和神最忌讳的就是你每天到处无处不用 上洗手间 你拉不下来尿不出来 你也说神啊 这都是神的事 也求神 你没钱了也求神 杀人数也求神 任何一个神科宗教都说 以善 以真 利他为本 他把神朗朗上口 所有能有用处的地方他都用了 最后竟然能欺骗战友 让战友在当时的投资之后 钱汇到他个人账号上 竟告诉战友为了你好 让你写遗书 然后呢 攻击爆料革命和新中国联邦 还要发明自己的Sara B 叫傻B 还要见自己的傻TV 然后呢 很多战友所谓都是因信他 因为他代表了主 代表了信用而跟他 这种伤心病狂 这种弥灭良心 完全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既没有基本的人性 也没有起码的法律观念 而且对战友那种闭示狂妄 对美国法律的闭示和狂妄 他以为这次还像他能睡觉 获得绿卡结婚一样 还可以走捷径 对美国法律的行李